王宝强的前妻马荣,曾经出会王宝强的经纪人宋哲,从此有了娱乐圈潘金莲的称号,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案,整整持续了两年。 在此期间马荣多次控诉王宝强,试图想争取更多的财产,今年离婚案终于有了结果,王宝强也已申诉结尾,还夺得了儿子王子豪的扶养圈,随后还把女儿也给接到了身边。 王宝强作为一个父亲也是十分爱自己的孩子,在这两年期间,王宝强私人感情也非常受人关注。 在他和马荣刚刚离婚的时候,熊乃锦和王宝强也冒出一段非文,还有人说熊乃锦还了王宝强的孩子,还有人说王宝强还给熊乃锦买了好车好债。 最后熊乃锦自己出面,说王宝强根本不是自己的菜,谣言不攻自破,看来这件事只是到听途说罢了。 可见大家对于王宝强的恋情是十分的关注了。 今段时间,王宝强再次登上热搜,并不是因为离婚安检,而是他又有了新恋情,又媒体爆料,王宝强和一个身材高调的女子同聚。 两人还带着王宝强的女儿外出游玩,王宝强开车送该女子去工作室,之后两人一起逛公园,好像已经同聚。 大家只能看到该女子身材高调,身材方面是晚上满容,满容看到这条新闻,肯定是不服气啊。 但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?大家都非常好奇该女子的正面照。 今日,新女友正面照被曝光,有媒体拍到,当天是七夕情节,王宝强儿子还给该女子送上梅瓜花,而他与王子豪相处也十分融洽,几乎一直陪在王子豪身边。 昨天有媒体向王宝强方求证给女子身份,对方表示不知情,没见过,没喜问,有记者采访王宝强的工作室里面人员,表示,是他个人姿势,看来了已经实锤了,现在大家就等王宝强本人出来做出了。 看到媒体拍到的王宝强和该女子一起出完的照片,王宝强女友正面照已经曝光,女方疑似扬彩戏,有网友猜测到,看照片感觉宝宝新女友,就是这位曾经有故合作的女子。 但是并不能确定,还有人说,王宝强的新女友,貌似,是离小鹿相处十年的归艺,该女子身兼多实,平面模特,主持人,演员,无论是从颜值还是身材当面都是晚上满容,也不知道满容知道后会怎么想。 有很多网友送来了祝福,说王宝强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爱情,也希望他以后的爱情能够和和美美,但是也有人说,王宝强还是不长记性,找了一个不像过日子的女人,看来还是想重蹈覆辙,其实仔细看看王宝强的新女友和满容是同一种类型,也不知道王宝强本人是怎么想的。 不过不管怎么说,只要是王宝强能够找到自己的爱情,怎么样都是挺好,你怎么看待王宝强的新女友,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,动动手指点和关注,就是对最大的鼓励与支持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